競技場上幾家歡樂 幾家愁 有人為了追求更好的獎牌成色而苦惱 有人則和獎牌擦身而過而感到懊惱 角力美少女陳文玲 在亞運銅牌站實力後紅了眼眶 儘管心中有些遺憾 但撇開結果 一路的收穫更是寶貴 那天其實想說 只是跟一兩個對手練 結果也是跟男生練之後 結果練一練之後 我準備要休息的時候 結果別的國家的男生又來找我練 所以我那時候想說 我怎麼就來這裡有點被操的感覺 可是覺得其實蠻開心的 因為其實能跟這麼多國家一起練習 其實機會很少 因為平常我們在台灣的話 就是自己訓練 其實動作也很少 因為有所限制 因為每個國家的動作都不一樣 所以我那時候也是學到了很多東西 陳文玲開拓視野 學習新教室成長 不過對跨欄女神謝喜恩來說 亞運決賽裡 眼睜睜看著四年前的手下敗將 呂立堯拿下銅牌 而自己卻是第八名作手 謝喜恩充滿了不甘心的念頭 對 很嚴重的自己 因為我其實 因為我那時候以為他沒有進前三 他沒進前三 我還覺得還好 但是他跑進第三名 我就覺得 因為2012年的那一次是 我贏他的 然後現在他竟然贏我 而且贏了特別多 人家都已經達到了亞運的殿堂 我為什麼沒有為自己付出這麼多的努力 我反而是待在了一個安逸的環境下 因為在台灣我覺得沒有一個真正可以激勵到我的對手 但是到了亞運之後我發現我的世界真的太小了 或許沒能站上頒獎台 但中華隊每個選手的努力都帶給觀眾滿滿的感動 而他們也透過這樣的機會 發現不足找到修正的方向 本身就是自己太瘦小 所以我繼續要希望自己可以再更壯一點 然後希望自己可以再一直不斷的珍重自己 雖然現在的體重也是 算是一直都是人生的巔峰了 但是就是還是希望可以再繼續再增胖 增重這樣 我們的教練帶給我們很多新的觀念 然後讓我們在比賽上面去突破就是緊張 還有抗壓性的部分 對 這些是幫助我們最多的 讓我們在比賽裡面有辦法很穩定的 把就是該有的成績跑出來 消化了遺憾 刺激甚至不甘心的情緒之後 選手們擦乾眼淚 鑽住眼前 或許亞運結果並不滿意 但看見世界的高度之後 不斷激勵自己向前 期待在下一次的登場再次證明自己 外體新聞採訪報導 對不斷激勵自己隨著的 專門日報道 Transfer結果 谢谢大家